好,我现在问你一下,你把那个ZR7的这个瓶里报一下数据 这不上了瑞德西维了吗,瑞德西维 当时治愿的人还没有到,然后我们体力都处于这种透支状态 我管了三个病人,当时情况也不是很好,病人情况不是很好 然后呢,我又处于生理期,肚子有点疼 然后背了那个宋布系统十来斤,然后又忙 就病人要抢救,然后就顾不了自己了 因为在ISU里面工作本来就是最难的 高精尖的技术都集中在这个科室 一般的话,像你们人进去,在里面待可能待个二三四分钟 你们就会觉得各种凶闷不适 但是我的护士,她至少四五六个小时 有的时候最长的时候,她会待十到十二个小时 所以我们都是女汉子 我们就是最牛的护士 他们用的那个高能量,氧气溶度需要的很大 这一罐氧气大概只能用半个多小时 那一天一晚上要换多少瓶呢 大概二十多桶,拍到三十桶 我们搬,对面就两个氧气的那个拖车 实在不行,我们就把它拖到病房门口 然后就是一步一步地挪上去 我如果感染了怎么办 然后我爸爸就说 你既然站在了这个战场上面 他说你就不能当逃兵 他就说人这一生总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等你老了以后再回想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不会有遗憾 那你一定是女汉子 那你怎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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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 我怎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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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